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坐吧 问吧 我是谁 你为什么会认输我 我和你一样 都是从青城山来的 这是你我二人当年使用的兵器 日月双剑 可是我后来 没错 你去的时候 那里已经被夷为平地 三年前发生了什么 你的本名叫胡云凤 你和我一样 都是青城山雌云大师的地方 三年前 我们的师叔雷虎勾结山匪 企图抢走门派的武功秘笔 师父保不敌重 离死前 他把秘笔托付给你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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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师父已经 师父在离死的时候 把秘笔托付给了你 当时雷虎趁你不备 你被他的毒镖击中 你被他的毒镖击中 师兄 走 快走 那后来呢 后来发生了什么 后来我们两个人 被雷虎追杀 一路逃 逃到了悬崖片 然后我们两个就 走 游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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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跳入悬崖也好 你把我活埋了 后来驾到临水县过上了好日子是吧 不是 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倒是你身受重伤 又中了毒 我守了你几天几夜 你都没有醒过来 到最后你没有了气息 我才确定你已经死了 我为了躲避雷虎的追伤 一个人迫不得已 才逃到临水县的 可是我还活着 你知道一个失去记忆的人 这几年是怎么过的吗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其实你来到我们镇 我就知道了 但我不想再射入武林纷争 我也不想让汉明知道 我会武功 我只能选择远离你 我欠你的 下辈子还给你 你欠我什么 咱们到底什么关系 我们是师兄妹 我不信 只是师兄妹的话 你昨天不会对我那样的 我就是你师妹 好 你不说是吧 我这就把你回武功的事 告诉汉明 不许去 我可稀奇 我 你是为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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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厉害啊 你藏得太深了吧 有个武功这么高强的夫人 你也不说 陈兄 共赴民团还缺多少钱 尽管开口 这个事待会儿再说 这个事待会儿再说 好 妙头 你听我跟你解释 你确实应该好好解释一下 你手里为什么会拿着剑 你会武功吗 他会 对 我确实会武功 而且 我们两个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你们 我和他 你最好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清楚 没错 好好解释解释 你能不能让我们两口子单独在一块 我现在可比你有资格听他解释 我现在可比你有资格听他解释 事实上 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 我们两个之前有过婚约 这事刚才你可没说过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又没有正式成亲 更何况 我不是以为你死了吗 那这种事情为什么不提早跟我说呢 说不说又能怎么样 早就过去的事情 再说 他也不记得了 他不记得 但是你记得 你能来这里找他 就证明你没有忘记他 不是 我和他之间的婚事都是师父撮合的 我们两个更多的是兄妹之情 可是 我和你不一样 我从遇见你的那一天 到如今我嫁给你 我柳妙桐这辈子 只爱你一个人 你也就是嘴上这样说说罢了 谁知道你们以前 相处是什么样 我所说的 就是我心里 你最真实的想法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妙桐